花莲县政府运用公益彩券盈余分配基金 补助花莲县玉礼正妇女会举办2024 真情传爱点亮幸福文化在巷子里 颁发女力砍模点亮奖 还有三代同堂绿洞嘉年华 场面充满了微星寒还乐 花莲县政府运用公益彩券盈余分配基金 补助玉礼正妇女会 举办2024年真情传爱点亮幸福文化在巷子里 颁发女力楷模点亮奖 继三代同堂绿洞嘉年华 场面充满温馨与欢乐 受表扬的老人会推荐的 有13对模范母亲以及婆媳 其中永昌里推荐的陈时金女士 现年96岁 子女都已经成家立业 儿孙满堂 哲女士带人亲切慈祥热心公益 教育子女有成 是为令人尊敬的长者 任务表率 另外为了鼓励 陪力社区妇女参与公共事务 让妇女能够学习公共生活及领导决策 特别表扬夜慧兰等32位在妇女团体中 运用本身不同领域的专长 投入组织运作 都是服务超过10年以上的志工等等 期望能够让更多年轻一辈的女性加入社区公共事务 以及活动的筹划与参与 记者高雄双域正采访报道